一些年紀長的人 很樂意就把博愛座 讓出來給更年長的人 然後那年輕人呢 穩穩地坐在那裡 不干他的事 不只在節目上大談 台北年輕人不讓博愛座現象 作家李昂還在臉書PO出 三位年輕人坐在博愛座的照片 說自己從淡水搭捷運 前往台北路程中 因為身體不舒服 詢問這三位願不願意讓座 兩位女生連話都不說 直接翻白眼 讓李昂氣得點名 台北市長蔣萬安 給大家一個國愛座的使用方式 而被李昂點名的台北市府 透過北捷標語回應 或許有需要 只是你不知道 彼此尊重相互體諒 是台北捷運文化的重要成分